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 新竹市府交通处推广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推出新版EBUS 新竹市APP 并从15日到24日举办举办公车去哪闯关活动 只要民众利用EBUS 新竹市APP 搭乘公车探访新竹景点 搜集景点QR CODE 就有机会获大奖 期许提升公车搭乘人口 让搭公车观光旅游变方便 市府交通处表示 EBUS 新竹市五年前上线 但功能叫阳春 新版EBUS 新竹市APP有四大特色 包括使用者界面更友善 并搭配响应式网页设计RWD 各种尺寸的行动装置都会有良好的浏览体验 接系统更稳定 改善原本的资料界接机制 并采购全新伺服器 服务不中断 此外 资讯内容也更多元 纳入大新竹区公车资讯 包含新竹县公车及科管局接驳巴士 以及结合台高铁等交通工具资讯 方便旅客转程规划 最后是功能更强大 包含贴心的道站提醒设计 可切换中英文版本 以及AR导览功能 交通处长倪茂容说 新版的EBUS新竹市APP升级后 将吸引更多搭乘公车的潜在族群 市府15日到24日举办公车去哪闯关活动 民众只要下载EBUS新竹市APP 即可获得一组设备编号 再利用APP搭乘市区公车到指定景点 扫描景点公车站台上的QR Code 就可以解开创关九公格的景点图示 景点包括南辽亲子沙滩 隆恩镇 市府州庭 绿源道等 民众可实际体验公车APP的方便性 也透过搭公车来认识新竹市 九公格景点图示连城两条线后 就可获得抽奖资格 奖项包含便镜笔电 交代车 电玩主机及运动手环等 详情可恰逐欠交通资讯网官网及 公车去哪网站查询 副市长沈慧虹说 旧版的EBUS新竹市只能查询市区公车 如今整合国道客运 公路客运 市区客运 园区街坡车 铁路 高铁及York Bike 只要一个APP 就可掌握各种大众运输动态 使用更方便 欢迎市民来体验更方便智慧的 EBUS新竹市APP 大公车畅游主事